根据统计 有老人杀手之称的肺炎死亡率 十年间增幅超过七成 成长率高于癌症 102年时统计80万感染肺炎的患者 有四分之一因为病情并发严重 需要住院治疗 索性新型13架结核型疫苗 已经证实可以有效降低感染 台大医院小儿部主任黄利明说明 传统23架肺炎炼球菌多糖体疫苗 并无免疫记忆功能 越打可能抗体越弱 无法预防65岁以上 高危险族群的肺炎风险 糖尿病高血压慢性肺病抽烟 然后各种比如说肝脏肾脏的慢性疾病 那这些都属于高危险群 这些人去打的话 他的效益会更大 医师呼吁空污频传 肺炎攸关健康更甚 防范之余也别打错疫苗种类 才能有效预防